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是6月18号 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杏树 我们这个接着的杏子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杏 那么好像这个摸一下 好像是软软的 好像是有一点软了 现在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我们就把它摘下来 那么 哎呦 哎呦 我这么一动它就掉下来了 看来已经熟透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这个网子 这个网子呢 就是我们在中国店买这个粉丝啊 什么东西 或者蒜的啊 这种网子 我们把它网上 网上了以后好像是动物它就不来吃了 那么好像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好像还比较成功 那么今天我想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 虽然这个 我们这个杏子呢 它接的第四年了 它接的不多 但是呢 它这个 确实创造了之最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么大 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杏这么大 桃子像个桃子一样 你看 多漂亮 看 多漂亮 哦 看多漂亮 我们把这个网子呢 我们把这个网子从这个地方给它拿下来 这样的话 啊 这样的话 好像今年这个办法 还是很好 很好用 我们要save这个塑料网子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用一个蒜的网子 充蒜的网子 然后我们把它拿下来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从这个地方拿下来 摘下来 你看 漂亮吧 也很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看这个 我们现在看这个 我们摘的这个杏子 他说这个杏子 一般的这个杏 是最大的 也就不过是一英寸左右 最大的杏子 一般来说 就是半英寸到一英寸之间 那我们的这个杏 已经达到了三英寸 所以三英寸 这个呢 是2.5英寸 那这 你看 三英寸的这个杏 我估计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杏了 虽然没接很多 但是它却接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杏 我不知道大家 别人谁还看到 比这样大的杏没有 所以非常好 非常好 这棵树非常好 只不过是今年呢 也接了五六棵 然后呢 那几棵都掉了 最后只占住了这样的两棵 所以这两棵能看出来就非常好 非常漂亮 那杏子 来 我们打开 尝一尝 这个杏是非常好 它富含维生素A和C 那么我们 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那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一种霜 叫杏仁霜 就是美容用的一种东西 所以说这个杏呢 它肯定是对皮肤有好处 就是对美容有好处 那么同时呢 它杏呢 对眼睛也有好处 还有对肝脏 这些 对人体健康非常好 而且它还有一种抗癌的这个效果 那么我夫人她就喜欢那个 她说 比如说呢 有一个村庄 她这个摘了很多的杏 然后那个庄上没有一个人得过癌症 然后他们就研究他们的这个饮食结构 我发现他们 有新鲜性的时候大家都吃杏 然后没有新鲜性的时候呢 大家就吃晒干的杏 经常吃杏肯定是有好处的 那么我们先打开来看一看 哎呀 So beautiful 哎呀 看看多juicy啊 哎呀 太漂亮了 你看这个盒 可能这颗盒这样种下来会很好 这个一半 一人一半 赶快把自己的这一尝一尝 是不是很好吃 我先不要把感觉说出来 让它问问它 怎么样 说一说 很好吃的 很juicy 很好吃 很juicy 像水分特别大 很juicy 水分特别大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口味就是说不是 好像很萌一样 哎呀 好吃 非常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 搜索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